这个暑假,能干乖巧又帅气的大厨王俊凯,又收获了多少粉丝和少女金,不用再恨截图铁平360度,观察弟弟美颜的机会少了。 8月30日,王俊凯受单男主的超级剧集《天坑英烈》即将重磅上线,虽然万众期待的电视剧还未播出,但从信息量满满的片花和预告里,就能窥见剧情的惊险跌宕。 《天坑英烈》改编自《天下霸唱》的同名小说,并由原作者操刀打磨剧本,与主创团队通力合作,在延续了《天下霸唱》一贯的诡诀及换风格的同时,又增添了热血澎湃的少年意气。 《天坑英烈》的背景设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王俊凯饰演的北京小爷张宝庆。 远走东北投奔远访四舅爷佩琪,矮头奔布刘佩琪老师,扮演的四舅爷老洞狗子,妮子大衣风毛毛,超后围巾薄上套。 咱们首都大城市来的鹰屯小伙宝庆哥,作为八十年代时尚阿甘牢牢坐稳鹰屯模特。 对队长宝庆,在发展模特副业的同时,宝庆哥将猎鹰足姐弟菜瓜,二鼻子两元小将收归麾下,并成功点亮孵蛋豹娃技能,收获宝贝白将军,一手组建了囤里第一天团,鹰屯探险少年团。 少年团偶得一张古老地图,踏入了神秘的天坑,就此开启了一段惊奇的冒险之旅。 这是王俊凯首次担任男主,也是他北电入学后上映的第一部作品。 张宝庆是个十八岁的鹰屯少年,王俊凯无论是年龄还是少年气质都与角色十分契合,天下霸唱盖章,这就是他心里的探险少年,身为探险少年团领袖。 宝庆哥的身手也绝对不是盖的,骑马,当然会,攀岩,探险必备,遇见坏人一定要跑得快,近身搏斗技能也必不可少。 相信很多观众好奇的是,王俊凯能否打破人们对他的能干乖巧的印象,全是北京小爷张宝庆顽皮的一面。 从初到临海雪原,对陌生环境的好奇和北京小爷自带的顽皮,到承包站坑复旦带娃任务,成为新手小英妈妈的欣喜和骄傲,再到和同伴的相守相依和经历危险和挑战之后的蜕变成长。 从预告来看,王俊凯演绎出了一个18岁少年生动,又精彩的成长故事,天坑阴烈的一大看点,是少年团探险中的通力合作,虽然是稚嫩的少年团,该有的武力值可一点都不少,全能刺客张宝庆,十八般武艺样样,猎通,敏捷智利,五颗星设计猎人菜呱呱,远程收割没问题,占第一生小红果, 全能奶妈坐后盾血玉神兽白将军,声波干扰控制系这样尽可攻退,可守全能全优的少年探险团,天坑在诡决又怕什么,天坑阴烈可不仅有热血澎湃的探险少年团,更有兢兢业业奉献的老戏骨们,伪装大师老洞狗子,技能点满,宝庆哥要多跟次就业学艺啊,一失一赴的陆教授,宝庆的成长路上,少不了这位前辈的尽心教授, 宝庆哥在外不管吃了多少苦,妈妈都在家里守着一窗温暖等你回来,他们传练起剧情的起伏和高潮,用精湛的演技增加了整部剧的厚度,在采访中王俊凯虚心感谢前辈们,与老戏骨们搭档,让他受益良多,而老戏骨们也肯定了王俊凯的灵气和努力, 刚上大一的王俊凯能够对角色有这种拿捏和把握,已经非常优秀,在导演眼里,这个小伙子肯吃苦下力气,在拍摄狼的镜头时,被吊在空中半天,脸都充血了也没有含苦含泪, 在拍摄过程中,无论是小演员还是老戏孤独,保持着这种难能可贵的吃苦敬业精神,表演也在互相激励和启发中亮点不断, 游记得演员的诞生里王俊凯的灵气和青涩,以及少年在表演上的努力和追求,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拍摄五个月,与同龄人和老戏骨切磋演技, 不知道这个在挑战中不断磨练成长的鹰屯小伙,会带给我们多少惊喜,剧组取景长白山脚下,实地搭建了东北鹰屯, 原支援为复刻八十年代的环境和氛围,宝庆哥更是力引领全剧组,东北Style为了展现原路的奇幻风格,剧组在后期制作上,也下足了功夫, 白雪矮矮的长白山,阴森神秘的天坑洞,天坑中的巨型蜘蛛,血池里咕嘟嘟冒泡的人脑蘑菇,每一针都带给观众奇幻而惊喜的视觉体验,剧情跌宕,题材新颖,演员给力,后期加持, 再说一遍,八月三十日,天坑英烈,就将与观众见面了,看在我们宝庆哥如此真诚安慰的份上,八月三,零号,大家一定要安排, 作为成年以后在表演上交出的第一份答卷,鹰屯小伙张宝庆,能否成为王俊凯证明自己的第一个角色,成绩如何,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感谢观看